如果将立体9的6个数值都乘以2倍 那这数字就会变成了6、8、14、6、12、2 那是求改变的这6个数值的算数平均数 以及母群体标准差 算数平均数呢 当然就是加起来除以6 所以变成了8 记得吗 我们原本是多少 是4 那我们每个数值都乘2倍 所以我的算数平均数也会变2倍 每个人我口袋里的钱变2倍 你口袋里的钱变2倍 那我们算数平均数 就是我们两个加起来的平均 钱会不会也会变2倍 会啊 因为你本来就多2倍 我也多2倍 那当然大家都会多2倍 那母群体标准差呢 就回到刚才的那个公式 来 每一个人跟算数平均数相减之后 5平方加起来之后呢 再去加起来之后 再去除以个数6之后开根号 所以来我把它通通带进来 好带进来之后呢 跟刚刚有没有差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第9题 这边应该是3-4 这里呢是4-4 这里呢是7-4 好那这样差别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吧 原本呢是x-1 但是这边就变成x-2 所以原本是1 经过平方之后是1 经过平方之后这边就变成4了 然后这里呢是0跟0不变 这里呢原本7-4是3 3的平方是9 可是现在14-8变成6 6的平方变36了 所以每一组数据是不是都会放大 好所以我的标准差应该也会放大 来看看 好算完之后呢 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就等于16 再去开根号就是4次 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标准差是多少 是2哦 好所以我的标准差呢 也变成两倍了 对不对 因为呢我们之间的差距就是也是变成两倍啦 好